南回公路拓宽节弯曲直工程即将在今年底通车 为了庆祝开通12月1号要举办一场马拉松的活动 而5号上午在县政府所举办的模范老人颁奖典礼当中 台东县体育会理事长表示说 路跑名额都全数额满了 不过为了鼓励模范老人能够运动乐活 会提供今年度的模范老人及模范楷模免费参加名额 省道台九县南回公路段历经9年施工 即将于今年度12月20号全面通车 为庆祝拓宽节弯曲直工程的完工 并让用路人体验路段的绝美景色 交通部公路总局台东县政府 屏隆县政府一级体育会 将于12月1号联合办理空前绝后的 2019庆祝台九县南回公路全线通车马拉松赛 被誉为全国最美马拉松赛事消息一出 超出预期高达7000多人报名参加 报名结局后最终确定有6000多人参赛 由台东县体育会来主办 还有铁连三项委员会来承办 那目前报名人数已经超过我们的议期 我们议期只要5000人来报名 但是报名人数一直在秒杀 所以增加到7000多人 那7000多人我们有扣除到 你报了名没有来缴会的 三天内没缴会我们把它剔除掉 现在目前还有6000多人来参加这场马拉松的路跑 那这个马拉松这个路线是 全国最漂亮的一条公路 你开车不见得可以看得清楚 唯有在路跑上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风景 可以边跑边照相 而且这个路跑是一辈子只能只有一次 通车之后就没有办法再办路跑了 5号上午台东县体育会理事长陈明峰出席108年度 台东县政府模范老人及金老凯模表扬活动 当场宣布好消息为鼓励模范老人乐活运动 本届金老凯模与模范老人只要愿意参加最美公路马拉松赛 即可向社会处报名获得参赛资格 因为金老凯模跟模范老人 他们真的是身体非常健康非常硬朗 让我想要说希望他们也能够提倡 能够提倡运动让他们能够多多的运动 所以本会就决定说让他 让这些金老凯人跟模范老人 能够免会来参加让他们共襄胜举 本次赛事举行路段起点 从达人乡安硕开始 途经草谱隧道南北洞口折返点或折返 按硕制草谱段为兴建道路 沿着溪谷采取高架桥方式兴建 从空中鸟看 犹如盘踞在山中的巨龙 被形容于藏桥于林中 全国最美路跑即将于12月1日登场 敬请民众多加关注 记者张碧任台东市报道